粉絲 哈囉大家好 我是Kenz 大家好 我是小剛 最近天氣很冷 大家多穿一點衣服 今天其實我拍這部片是有點臨時啦 因為最近我在IG上面 還有Facebook上面有看到 有一個品牌在賣男生的髮品跟一些化妝品 我就看到了一個產品 就是髮油跟髮辣它可以混合一起用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有那麼屌的東西嗎 然後我就把它買來了 你知道貨到付款會讓人 想買 對 就是這個 它是說 髮蠟跟髮油 可以同時用 其實我覺得 真的可以嗎 所以我就買來用 然後它這個廠牌的名稱叫做 Black Monster 對 黑色 黑色怪魚 對對對 這不是業配喔 這是我昨天臨時拿到的 今天我們就直接拿來拍了 我想試試看它到底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因為我在網路上面 它的廣告上面是說 它髮油跟髮蠟可以混在一起用 然後就會抹在頭髮上 然後頭髮就會有膨度 還有一定的亮度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 來試試看 那我現在先把它打開 先從盒子去看 呃 其實還蠻漂亮的 它上面都寫韓文 其實因為我也看不懂韓文 就我做美髮那麼久 其實 有很多產品 上面都打什麼日文 其實根本就是台灣做的 可是我覺得那都不重要 那我們先打開看它現在是什麼樣子 蠻有實感的 一罐 唉唷 兩罐 好 先打開來看 這是髮蠟 呃 這是髮油 他說可以兩個一起用 那我們待會就試在小胖的頭髮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能一起用 因為就我理解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兩個混在一起 是不太搭搭的東西 我覺得很多 台灣產品是可以參考它的包裝 因為就包裝上來講 我覺得蠻有質感 然後它使用黑跟金的配起來 我覺得那種男人感是很重的 而且是有稍微比較高端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裡 因為它這後面有這些羅紋 所以我在想說它是不是可以 組裝起來 我來研究一下好不好 你把它打開 應該是這樣沒錯 對 它是可以裝起來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厲害 它裝起來以後 就是上面抹完 然後直接再打開 下面再抹 對對對 然後又可以分開用 然後它的價錢 我就不想講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便宜的 要先試用看 找這個樣子 對對對 是不是CP值高 應該個人 我是覺得 如果一個東西不好用 我覺得10塊我都嫌貴 真的假的 那接下來 我就用小胖的頭來來試 因為小胖的頭髮 它現在比較長 就是最近比較流行那種 六四分 所以說 它這種頭髮 我要去抓的話 我可能就會抓那種 比較 有立體感的那種 欸 幹你媽的都是汗 我都比較有立體感的那種 類似油頭的感覺 那我待會來試試看 先試在小胖的頭上 然後最後我來試我自己 因為我的頭髮 其實 我就大體上講說 我這種髮型叫Undercar 就我旁邊整個路光 然後上面全部往後梳 那我這種髮型 如果在整理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全部 就是All Back 全部往後 然後我還是喜歡 有一點通度 那我看看說 這個髮品 能不能製造出 我想要的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 就來做一個示範吧 走 洗頭 我們好像在拍G片 好我們現在開始囉 輸我的頭頭 啊 啊 殺死了 卡到我的頭髮 好 我先來 我先看這一關是什麼 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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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可以兩個一起喝 髮辣 滿香的 終於不是甘橘味 對啊 他媽的 每次都媽的聞到甘橘味 這也有一點香水的味道 我很好 你先不要講 我覺得 怪怪的 怪怪的 你覺得什麼味道 我在聞著 你形容不出來那是什麼味道 這個有點像牛奶的味道 幹嘛呢 牛奶湯 對 這個 聞不出來了 好不管啦 我們現在開始用 他說先抹一點髮辣 這個抹起來有點像那個 有點像那個 你說 我們之前拍那個 龜 龜姬目 對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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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狗在手上 然後 這樣有點像鼻屎沒有挖乾淨 還可以放在手上 不是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不是 最近我們花了超多錢買這些東西 我們快窮包了 乖乖到內 各位乾爹 髮油髮油髮油 你剛剛的動作有點危險 髮油髮油髮油 髮油 欸你覺得這比例差不多吧 好 大家看一下 他都兩個可以合在一起 來 大家有看到嗎 對 我現在兩個 就差不多啦 量差不多 其實我是覺得好像有點抹太多啦 不管 反正不是抓我的頭 那他說要把它 給他 融合起來 他意外的可以融合耶 觸感不錯嘛 我也說 我上來 小時候挖鼻屎挖出來而已 有點黏度又沒像黏度那種橡皮 就有點像橡皮擦 但是他比橡皮擦更有彈性 那種感覺 就是現在就是那種感覺 我在想這個廠商會不會想幹掉 好 來囉 我要學那個 那個 他那個IG上面說 頭髮有 有感的時候 感覺有一點高級的感覺 但是用髮辣的時候 又有一點支撐度 所以 當他參加派對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自己 非常的有質感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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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feel 怎麼不也好像也太亮了 自我抹太多 可是我覺得我還好不用抹太多 自己看起來人胖胖的 在抹上去就是游游的 人會游游的看見 你知道嗎 我是驕傲的肥仔 來我跟大家講 這個如果這樣用 絕對不能抓 我覺得啦 我覺得可能或許我不用太多 但是我覺得它是沒啥什麼提升度 我待會用在我頭髮上看看是不是 可以有點支撐度有點亮 因為我用那麼多髮品下來的時候 基本上 我看到的就是 如果它很有亮的情況之下 它是很難有空度的 因為帶水分 好 小胖的頭髮我用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樣有高級感嗎 撇開人的因素不講 就是看頭的 看頭髮不要看我再留 我覺得有點像 都三天沒洗頭那種感覺 但是 可能如果我抹太多啦 但是我是覺得說 應該不是髮品的問題 應該是髮型的問題 是不適合這樣的 就我這樣判斷來講的話 其實因為我相信它這個髮 這兩個二合一的產品 應該是一定可以分開用的 如果像小胖這樣的髮型來講的話 我建議應該只用髮啦就好 那它的那個支撐度 就我剛剛抹下去 一開始在抹它的髮泥的時候 它的支撐率 應該像 灰激木差不多 再弱一點點 那髮油的部分的話 它應該也是蠻好洗的 它不會像有一些 油型髮油那麼的 這邊勾下去 然後完全推不開 它是蠻好推開的 但是 小胖的髮型 是不建議兩個一起用 如果就這樣去看吧 因為它的支撐力 並沒有那麼強 它沒有辦法做出 我們看到有一些髮型紙 上面有點支撐感 然後有點那種垂墜的感覺 這個大概你還沒到夜店門口 大概就垮下來了吧 那待會我試試看我的頭髮 現在換我抓 一樣 我是用髮蠟 因為其實Kent層自己本身 其實不太喜歡 就是只用油 因為我不喜歡頭髮太扁 因為我覺得頭髮就很像底層 我覺得那種太歐斯 而且我也不太喜歡 好 這是我覺得我比較用多 來 差不多這樣子 來 我現在已經找到訣竅 同時這樣子 厲害吧 很貴 再一次的把它混合 唉唷 唉唷 好像有鎬 它小鎬鎬 好像好不錯 欸 可是那我以為就偏向髮蠟 就是 但是 它的好處 為什麼要頂我 沒有 是你會前進一點 抓我這樣的髮型 如果你想要有一點膨度 然後 要有一點那種高級感 因為說真的啦 其實髮油 說真的 髮油如果你們抹得好的話 或是整理得好的話 其實真的會有一點點高級感 所謂高級感的意思是大人感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要輸我這樣的髮型的話 建議你們在穿著上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只有頭 然後身體沒有去 頭重腳輕 也不是頭重腳輕 就是 你不要上下 上下的那種風格 對啊 因為如果你今天頭髮很強烈的話 你的衣服 衣服就要更強 對對對 然後它這個髮油 加髮蠟 我覺得它的固定性 蠻強的 嗯 蠻強的 它這兩個 混合去做了以後的優勢 就是 膨度比較好做 因為我之前 單止用髮油的情況之下 會稍微麻煩一點 欸 我知道有很多人 可能會在影片下方跟我說 你先噴什麼東西 再弄什麼東西 當然我覺得那也沒有不好 只是說如果步驟比較複雜的話 可以嘗試使用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它兩個同時去混用 你同時混用 你就一次可以達成你想要的目標 然後我現在來試試看它的 重塑性好不好 好 重塑性 應該是不錯 重塑性還不錯 這個是如果你單純只用髮油 或是說 這個髮油它的 油性太強 是有點比較做不出來的 它不太像大家 所感覺到的那種 水性髮油的感覺 因為它可能是 因為混用的關係 那這個內容成分 其實我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髮蠟 它裡面有兩種 有的就是加塑形劑 因為加塑形劑以後 它會比較潮濕 它會比較濕潤 所以頭髮的那種 膨度會比較難 那有些髮泥它裡面可能有 有高齡度或是細粉或是皂粉這些東西 所以它的根部可能可以比較支撐 那我使用這款產品的時候 我覺得兩者有點比較合一的感覺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或許某些髮型可能不行 我不知道 今天覺得我跟小胖家去做測試 因為它這兩個抓上頭髮以後 我覺得有稍微溫和 溫和一點 我所謂的溫和就是 它沒有像我們之前在測試那些髮泥 就硬到爆 然後軟軟到外 就是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兩個比較掉進在中間掉 因為有很多網友問我說 我頭髮很少 然後我頭髮很軟 它到底能不能得到有膨度 又有這種亮度的效果 你怎麼了 為什麼會流鼻血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小胖突然流鼻血 看我嚇到 那我現在再講 因為小胖流鼻血了以後 然後我頭髮又停了一段時間 那我發現到 它這一個髮品 如果兩者混合 用抓我這種髮型的話 我覺得效果真的還不錯 因為有很多的髮油 它乾了以後 如果是帶一點水性髮油的話 對一些粗硬頭髮的人 我們有時候會流汗 它乾掉在這邊變硬會彈起來 那彈起來的時候 你就無法再去規復跟復活 那因為它這種混合用的 這種髮品 它還是有這種髮泥的這種 黏度跟支撐效果 然後還有那種髮油的亮感 那抓我這樣的髮型是還不錯的 但是抓小胖這種髮型 可能就不適合 應該是說 不是產品的問題 應該是說 我們用兩者混合的東西 然後抓小胖這種髮型 是有點噁心 那 有可能啦 在我這樣看來 它可能要去抓那種 抓這樣的髮型 可能就可以 恐流弄髮 對對對 我覺得恐流一直被我們消費好幾幾年 可能我真的好像只認識恐流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我覺得 這樣子的亮感 不是每個台灣人 都可以 這很搞笑 不是每個台灣人都能接受的 就是 看起來就很像 你失戀了 或者是 你好幾天沒有睡了 或是 你現在就很落魄了 這種逗號流來這樣 好像實實的 那可能在照片上面 大家在網路照片上面看 可能覺得很醜 那可能私底下的話 可能不是那麼多人會喜歡 嗨!我們現在已經測試完啦 這個測試出來的結果 我覺得這個產品 是蠻溫和的產品 那對髮型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 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大家覺得 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去購買看看 因為看起來 剛剛自己本身 用完了以後 抓我這樣的髮型 其實它算固定性 也還不錯 但是它並不是 大家想像就是 動到那邊 跟大結一樣 動都不會動 所以我剛剛所說的 溫和就是這個意思 那看起來本身自己 頭髮就很粗硬的 那我使用這個兩個 這個產品做混合 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效果 其實我剛剛用它 現在已經超過半個小時了 我覺得其實它 不太會變形 像我右邊這個上 右邊這個上面 這個瀏海的地方 因為我的穴在這邊 所以基本上這邊 常常會這樣掉下來 那我覺得 它到現在它還不會 還會變形 那我又穿著外套 所以會稍微 會出一點汗 那到目前為止 它的 它的這個 固定性算蠻強的 然後質感上 一點點亮度 那我覺得如果 覺得不意外的話 它應該是可以把 如果你今天要亮一點 就有弄多一點 那弄少一點 那今天的測評 最後的結果就是 這個產品 是還不錯的產品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 嘗試購買看看 因為它的價錢 不是很貴 它是50克 跟一般法拉比起來 其實算少 那因為它是兩罐 加起來 價錢真的是不高 因為我沒有業配這個產品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跟大家講價錢 大家可以上網 稍微查一下 那今天的測試 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